紅色背心配上黃色的擺車短裙 景美女中樂儀隊操強步伐整齊劃一 過去是國中生前三志願 現在排名卻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網友在PTT上秀出 一百日三國中會考基北區 錄取分數排名 前幾名依序事件中 北一女十大附中男女成功和中山女高 不指正大附中今年調到第十四名 景美女中也節節敗退到第二十八名 學生他就氣質就差很多了 他們以前我們在看 他們手上都會拿一本書 就是不會了 拿手機吧 我自己第一個就中山女高 然後第二個 這個應該就是正負 爸媽期望就是可以離家近 就是不要 離家太遠就要很早起床 在地書局老闆感覺風氣變了 以前看女學生十幾二十年前 手上拿著是書本 現在換成了手機 只是專家認為位於木柵的景美女中 距離市中心太遠 交通才是硬生 點出三十年前 只有十三所公立高中 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五以內 二十多年來又多了大同 中輪 立山 成淵 大直等十二所高中 而排名通通都在景美女中前 二十年來有太多的公立高中 都在市中心交通便利 所以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志願就大概在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另外北市老牌私校則是受到停招衝擊 大城高中七月傳出停招消息 儘管校房未向教育局提出停招申請 但已衝擊今年招生 創校五十八年來 今年首度沒有任何新生入學 校長坦言是否退場 還有待董事會討論 馬上文總報道